这你敢相信吗 将不锈钢板铺满润滑油不断研磨 经过数小时的操作后 不锈钢的表面竟然比镜面还要光亮 这便是微米级特种材料的制造过程 真的太牛了 今天将为大家详细了解微米级不锈钢研磨 眼前便是不锈钢板也是此次制作主要材料 此种不锈钢主要用于电子设备层的压板 例如电路板或者手机壳都可能会有此材料的身影 现在进入第一步工序开始出击研磨 这里对表面可能存在的划痕做一个粗加工 不断研磨不断使用鸡毛胆子清理表面 时不时地拿出放大镜观察每一块细小的位置 虽然只是粗加工但对此环节仍要进行20分钟以上 对于追求速度和产量而言这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开始更换研磨纸类似于砂纸 但比砂纸要精细数倍 固定在机器后靠着经验和技巧不断推动加工 不得不说长时间一个动作操作对于手臂的考验十分大 经过数分钟后一张不锈钢板加工完成了 准备运输到下个环节开始机器研磨 这也是第二道工序 相比起来这个更轻松 眼前便是自动研磨机准备开始自动化加工 工具在铺满润滑油的金属上高速旋转 加工方式类似于机床平面洗刀以进行平面切削 眼前便是此工具的详细模样 与机床原理类似 此种工具也是需要更换刀头 随着加工次数的增加工具也需要随时更换 以满足不同的精度要求 如此轻松 为什么第一道工序不使用自动化研磨呢 对于更换下来的工具 小哥也是尽心尽力的清洗 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磨后 不锈钢板表面发生了明显变化 相比最初更加明亮了 随着第二道工序完成金属板的模样也变了 眼前便是研磨数十分钟后的不锈钢板 看来假如时间允许的话 铁杵确实可以磨成针 但结果却是大家更愿意去追求产量 即将准备开始第三道工序 此时用于研磨的液体并不是润滑油了 而是一种特殊的液体材料 在数分钟的研磨后来到了第四道工序 这也是最后一个步骤 这里所做的是清除表面残留铁线 在经过了四道工序后 不锈钢如同镜面一般 为了达到微米级也是下足了功夫 一块普通不锈钢 经过一小时以上的研磨价格也翻了数倍 最牛的是两面都进行了研磨 这你敢相信吗 把这个镶的木框当个镜子时肯定不错 使用多年也不会碎 而且不生锈好搭理 版面也是需要清理 使表面不能留有任何多余铁线 下面的这个画面真是可以惊艳到众人 不幸你看这光亮的表面 谁能想到这是块不锈钢 介绍理讲此材料用作电路板的压板 但什么电路板能用到这么精致的材料 以上便是微米级不锈钢最终成品 算上所有时间 这一块制作下来是一个小时以上 确实太厉害了 这件事 都可以